今天看了一个视频 刚撞的时候我以为是酒驾 不然那么宽的路怎么可能会撞 但是看到一半 副驾驶又冒出来一个人 我当时就愣住了 这人哪里冒出来的 为了寻找答案 我连滚带爬的打开了评论区 就看到评论区第一位大哥说 保安 哟 一边开车 一边打和平经营 高低是个王牌 不是 你从哪里看出来的 他在玩游戏 他的双手明明都在方向盘上啊 我平时也玩吃鸡 我也有驾照 但是我从没开车的时候 玩过吃鸡啊 等一下 吃鸡 我倒回去再看看 哼 原来如此 下一个下一个 有网友分享了 一段这样的视频 我操耳臂吧 不得不说 这个牌子也太狠了 这可比药不进去 说明你短的伤害性要高多了 先来看看网友们怎么说 你老婆手机都不住了 你在冲水有啥用 你不说 我还真没注意 又得倒回去再看看 这不破案了吗 这是上天的旨意啊 上天安排的最大吗 就像下面这位大哥说的一样 马桶已经在暗示你了 你还想逆天改命 厕所表示 兄弟我只能提醒你到这了 这都不能算暗示了 这特么的是明事啊 天意难为 你这两瓶矿泉水就想强行逆天改命 下一个下一个 今天看了一个帖子 打起来之后 东北山东江苏沿海地区大概率是韩国占领区 韩语简单 无论怎样这些地区的人都学点吧 我以为硬吹已经天下无敌了 没想到韩吹比硬吹还用猛 这不纯纯就是倒反天刚吗 你当韩国是刚比亚呢 四个人就敢围攻莫斯科 来看看网友们怎么说 就那几千万人够填海的吗 那估计是不够的 还想从山东和东北过来 你先问问哪个山东人和东北人不会掰棒子 就像下面这位大哥说的一样 山东大旱 东北大旱 不把他们屎锤出来 那都算他们朝天晚上吃咸菜没吃饱 这话一点毛病没有 泡泰国的白菜都是山东进口的 他要赶造字 直接断他的白菜 就这一点上 我们已经狠狠饿住了泡泰国的咽喉 但是要说杀人猪心 还得看下面这位网友 韩国 能扛住一发东风 大哥一语惊醒梦中人 就那批大点的地方还吹上了 我想说的是 我们的强敌的确很多 但是绝对不包括韩国 好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